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宝张的语 这次呢,我抽到了任务5 做个拳套吧 然后我第一个任务呢,是随机穿搭挑战 第二个任务呢,是随机路人挑战 然后第三个任务呢,是随机绘画挑战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随机做饭挑战 就根据第二个任务里的 那些路人的回答,然后根据他们的食材和调料 来做饭 好,这就是我做的任务 我现在呢,就做第一个任务了 随机穿搭挑战,开始 接下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随机选衣服,开始第二个环节 采访路人,采访谁呢 哦,对,床头山洞 你好了,胡同志 你好 请问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 你有什么想对观众所说的吗 啊,首先 首先祝大家 活年快乐,活年吉祥 然后,然后没什么 啊,好的 今天呢,我来你们这儿 主要是小菜团结几个问题 啊,你觉得做饭需要什么食材和调料呢 我想想 虾儿,我要吃虾,我要吃虾 哎呦,鸡蛋,对鸡蛋,鸡蛋 嗯 嗯 天本 天本 哎呦,加油吧,加油 可以 嗯,好的 那我是不是上点啥了 啊,对了,明明是上点事 对,那我们这个段视频呢 会直接放到电视上 好的,好的,我非常荣幸,非常幸运 开心死了 哈哈哈哈 嗯,好的 那我们这次采访结束了 好吧 我们先回去休息 下次我们有机会再采访你 好吧 好,拜拜 拜拜 好了,采访完第一位朋友呢 我们来采访第二位 是一个老年人 就是他 你好 你好 可能年纪大了 听力有所下降 我们再问一遍吧 您好 哎 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啊,就是您觉得吃饭 需要什么食材或者调料呢 啊,让我想想啊 嗯 白糖 我喜欢吃甜的 还有咸的 只加点盐吧 甜咸搭配嘛 啊,对 白糖和盐 啊,好的 我们现在去寻找第三位路人 啊 你们这什么活动呢 我在旁边看了很久了 我喜欢吃葱和蒜 啊,然后记得给我开个美盐 开个瘦脸 拜拜 哦,这位朋友可能是在旁边围观了很久了 然后也非常的热情 嗯,采访完第三位 我们现在来参考第四位 等候多食的 高贵的 美丽的 火炼鸟女士 女士您好 我想问您 吃饭 您觉得需要什么食材或者调料呢 啊,这个问题 我觉得吃饭呢,肯定需要主食 主食的话,我就选择面条吧 选择完面条,配料或者调料的话 应该加点醋 这样的话,这个味儿 选择地提上来了 啊,听这位火炼鸟女士的口音呢 应该是一位东北人 我也是东北人 看来我们是老乡 希望下次呢,也可以采访您 那么我们现在来采访第五位朋友吧 余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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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这里有两个瓢虫小可爱 我们来采访她吧 小朋友 怎么了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你问 嗯,你觉得吃饭应该放什么食材和调料呢 嗯,我觉得小朋友要吃青菜 啊,对 小朋友吃青菜是必然的 吃青菜长身体 嗯,对 我想吃油菜 油菜吗 嗯,好的好的 嗯,调料的话我觉得 蚝油吧 啊,她想吃蚝油 可以 那就蚝油和油菜呗 嗯,对的 好巧不巧 在路上呢,遇到了我家老妮儿 然后呢,我们把她 当为我们的最后一个采访对象吧 老妮儿 我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做饭应该需要什么食材和调料呢 哦,她说要辣椒面和胡椒粉 她说她口味比较重 嗯,确实,就要这两样 哦,她说她喜欢吃辣的 所以说就要这两样 那我们本次的采访呢,也就到此结束了 然后我们准备开始去做饭吧 好,起飞 好了 这些 就是我们要做虾油拌面的食材 也是我想要的食材和调料 路人朋友们也非常的配合 这边还有点鱼腹的空间 好,给她拌它拌出来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现在把这个 要在掉的块鸡蛋皮 拿出来 然后之后我们把这个蛋 都撒进来了 把这个葱上去 翻炒 记得一定是小火 小火翻炒 把这个葱 整成这个样子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葱加出来 拿下来的这些油 准备好的虾头和虾壳 我们再来煸虾油 虾油呢 整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把它炸出来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准备的 蒜末 葱末 还有辣椒末 我们把这个油 哗啦哗啦也倒进去 总之呢,这一碗 就是我们的银魂小鸭面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 煮面咯 拿这个筷子 拿这个筷子 搅和搅和 以免它粘锅 把稀好的这个 油菜放进去 就是 打个水叉 现在呢 进行到我们的最后一步 烧油 煸虾 翻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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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虾油拌面 把这个筷子变成 大锅告成啊 大锅告成啊 小宝三公 任务完成 最后一项任务呢 随机绘画 我们现在先找一只 好的 就这一只吧 搞一个书 奇妙的数学事迹 我们 这边翻开语 狗 大象 蚂蚁 花 树 小鸟和小鸟的鸡 非常简单 OK 我们这个绘画就结束了 给大家看看 对 嗯 没错 大家可能有疑惑 给大家看一下 我翻到的这一页 看到没 这些是上面的 但是大家看下面的 看下面这行字 他说的是 如果 照这样的方式画下去 好像 什么都可以画成圈圈 然后我就按照这一排 下面这六个 画了一个五个圈圈 没错 嗯 我们这次 随机绘画挑战呢 我就 非常成功 结束了 下次再见 拜拜